第三回合一分鐘準備 請出題 美國研究指出 朋友的熟識程度 可以透過什麼特質去分辨 A 笑聲 B 氣味 答案是A 笑聲 出題 不是錯味相投 錯味相投 那氣味應該會很接近嗎 可是我覺得體味這種東西 是每個人身上很特別的東西 可是笑聲是可以 變成很一致的 我們常常會在同一個時間 就是講一 想笑的感受也會很像 對 想笑的時間也會很像 對 我們團的笑聲每個都是 對 最後就會變合音 你剛剛嘴大概 快要看到你的十二指腸了 有看到我的臉 請就這樣 對 氣味嗎 來 多少聲 好 B 博 我們從笑聲 可以觀察出你跟一個人的熟識程度 那當然有一些比較虛偽的聲音 就看起來算是客套 那如果真的是比較熟的話呢 當然就會有一些比較豪爽 爽朗的笑聲 那氣味呢其實是 當你喜歡一個人 你的另外一半的時候呢 你會很喜歡去聞他的味道 因為你那種熟悉感 他散發出來的廢路蒙 剛好就是鄭重你喜歡的那個樣子 加油了 雨晨 有手汗了 現在 誰選擇 林肯 非常好 恭喜兩萬元 老天 老天會還回來的 上次就從兩萬直接歸零了 請主持人 你聽過戀師情節嗎 根據心理學家指出 哪一種性別的學生 更容易會愛上老師 A 女學生 B 男學生 我的答案是A 女學生 主持人 為什麼不是男學生 可是因為我看比較多 巨是女學生愛上男老師 巨嘛對不對 巨 是巨嘛 對 對啦 是巨 龍澤秀明那個 模擬的條件 這比例應該是1比1吧 有個印象是 學生時代嘛 通常女生都比較早熟 所以會覺得同年齡的男生太幼稚 太幼稚 然後看到老師就會覺得很承受 對 有道理 請揭曉 好 美國心理學家就說 當這個青少年呢 他們進入了一種性萌發的一個時期 就特別容易會產生所謂的牛毒戀 也就是呢 你會對比較年長的對象呢 開始產生一種依戀的心理 而這種情況呢 在女生身上比男生又更加的明顯 因為女生呢 通常情緒啊 是比較敏感的 而且呢 也是比較需要更多的關懷 然後又需要更多的依賴的 所以這個時候喔 通常呢 性格又比較內向型的女生 就更容易會愛上老師 女生準備 有歸零 小心 請選擇 兩萬元 恭喜 他們的手氣震望 加油 來 請出下一題 真的喔 裝潢性家免不了 重新粉刷油漆 請問 若對油漆過敏的人 不能夠吃什麼 水果 A 芒果 B 酪梨 我的答案是 B 酪梨 酪梨 酪梨它怎麼了 我覺得它滿好的 這兩個能夠引起過敏的 不是芒果嗎 是芒果 然後酪梨滿健康的 所以挑一個 就挑個可能不是的 要搞不好吃答案 這尤其過敏的人 就吃芒果 過敏加過敏 所以不能吃啊 對 不能吃什麼水果 請介紹 是酪梨嗎 酪梨 好 一定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們 如果你對油漆過敏的話 那你一定肯定也不能吃芒果 因為它們裡頭 是有非常類似的成分的 因為這個七素跟芒果 它裡頭同樣都含有了本類 所以一旦你對其中一個過敏 那也很容易 全身都會起一些連鎖反應 可能在吃到芒果之後 就會紅腫 發癢 但其實如果你真的很忍不住的話 一定要把芒果的皮 就是如果你還沒有到很嚴重 但是你有點想吃芒果的話 一定就要盡量把靠近皮的地方 都要全部消掉 因為它那個本類 多半都是在靠近皮跟果肉連接處 這是你表現的 因為我覺得你們要贏 機率非常的低 好不好 但答對才有機會 合理吧 對 請出最後一題 請問有一個說法說 從事音樂的人是 最好不要吃什麼 A 青蛙 B 螃蟹 時間到A 鎖定 最好別吃青蛙 的原因是因為 對 唱歌會 青蛙很生意 卡通都很多青蛙都是合唱團 都好會唱歌 刮刮 一直唱著 提示尼都是這樣畫 刮刮刮那個 對啊 青蛙下蛋 所以你的銷售量 會刮蛋 是這樣嗎 螃蟹 但螃蟹也不會下蛋 螃蟹也是蛋 可是螃蟹很勝利耶 螃蟹就橫著走 螃蟹 螃蟹你可以橫著走 對 螃蟹怕剪掉了你的靈感 有可能 可是剪掉別人的靈感嗎 到底它是禁忌當中的 哪一個答案 請接腳 是螃蟹 螃蟹 好 一位從事音樂事業的人 都要拜田都元帥蕾海欽 那他是何許人也呢 他其實在唐玄宗時期 整管這個離圓的月關 後來在安禄山之亂的時候呢 被殺死喔 所以唐玄宗後來也有追封 他為天下離圓大總管 所以他就是管所有這個 音樂的這個神明 那據傳呢 他曾經小時候是棄嬰 是螃蟹未養他長大 又有另外一個說法呢 是他有一次喝醉了 楊貴妃呢 就一時興起在他臉上畫了一個螃蟹 所以呢 總之這個 田都元帥跟螃蟹相當有淵源 所以呢 就是只要是音樂人啊 就比較不適合 在供桌上擺放螃蟹來做祭祀 最後總獎金六萬九千一百元 恭喜宇山寶獲勝 謝謝 送給這隊隨時在告解的閨蜜 什麼禮物 好 那要送給你們兩項大獎喔 第一個呢 是木炎柳 SPA 裝人型 專為將就重視品位者量身規劃 打造精緻整體的SPA體驗 奢獸身心每一個角落 深深療癒的殿堂 盡情享受豐富健康心靈之美 另外一個禮物是 冬到家具 冰晶 硬是入宿床建築 無因果涼爽 纖維布 百分之百 冰金紗編織 具溫濕度調節 濕濕排涵的功能 搭配了天然的乳膠材質 經過SGS健驗 不含金屬 以及甲粉甲醛 彈性加不易變形 防抗菌又防滿 整夜睡得舒適又健康 送給兩位 謝謝 不然又爽 好的 好好的運用你的智慧 掌握住每一次的機會 才能創造屬於你的命運 所以別忘了 周到周五每天晚上九點鐘 純索力 全民新功率 拜拜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一兩個意志題目 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新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